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是因为我们好人 是因为我们多多没有好人 神就怜悯我们 哪些人愿意去到神的面前的时候 就得到这个救恩 阿们 所以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 我们的生命就成为最幸福的人 阿们 所以最幸福的人 很多东西都会追到你的生命 神很祝福我们 下个礼拜我们T02有火热祖的弟兄姊妹 为大家预备了丰富的早餐 所以留肚子不要吃早餐 有咖啡奶茶三分治 目的是什么 不是自在吃的 最重要的是什么 我们的心 我们的钱在哪里 我们的服侍我们的服侍我们的付出在哪里 我们的心在哪里 我们因为以心见家 是不是 这个家是你有份的 所以和旁边说 这个家是你有份的 这个家是你有份的 你看旁边的姓妹 这些是你的家人 所以很感恩 因为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 我们可以宣告 我们是世上最幸福的人 你相信吗 有谁相信 你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有些人没有举手 都怀疑自己是不是去错了地方 不过不要紧 从今天开始 你听完我说之后 你可以成为最幸福的人 你相信吗 所以告诉教育 留心听 因为这个世界不是这么想的 人永远都是看着自己什么 缺乏没有的东西 同不同意吗 哎呀 为什么他有 为什么我没有 为什么零四有米线吃 零二没有米线吃 我昨晚讲完道 至于尾尾也有个弟兄 哎 弄两盒花给你 我说不要教他的东西 我立刻拿去奉献 这个就是什么 那个爱心 付出 原来神是祝福我们的 人看到什么 看到我自己没有的东西 他是看不到上帝的恩典 所以我们不断要去捏 因为没有安全感 我们不断要捏 希望能够那些东西 以为那些东西可以满足到自己 但其实 你看到这个世界 很多人因为自己没有的时候 上街示威 诉求 什么都叫得吃 他有些东西是可以理解的 真的没有的 不过整一下整一下这些文化 开始形成了一种气氛就是什么 每个人都觉得这个世界欠了自己 在家里面父母欠了自己 家人欠了自己 在学校老师欠了自己 同学欠了自己 在社会欠了自己 政府欠了我 是不是 全世界都是这样想的 这样的思维 这样的观念 但是今天其实 这个世界没有人欠我们的 你想真一点 我们什么都没有带来这个世界 我昨天见到T03开始有点不同 因为原来她多了一些宝宝 T03也多了一些宝宝 在结婚 我就想起 就是二十几年前 当我来到教会的时候 信耶稣 开始神祝福我的家庭 婚姻有小朋友的时候 看到她一路一路长大 今天我早几个礼拜去了 美国看我的女儿毕业 我想一下时间真的觉得很快 那又大学毕业了 是不是 有个弟兄走出来问我 他说喂 当你看到你毕业的时候 你有没有感觉 你可以下班了 我说不是的 我还有两个跟着 就是人 你想想 就是身边的人 为我们的成长 我们有今天 是多少人为我们扶上了 我们有没有看到这些 因为只看到 为什么我没有 为什么没有 谁欠我 是政府欠我 梁振英欠我 国家欠我 每个人想的东西 都是这样想的 这个世界 但是圣经教我们一件事 不可效法 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 而变化 如果我们明白 今天其实是 我们欠了神 我们欠了我们的父母 欠了身边曾经 为我们付出过的人 你有没有这样想过 还是还是看着 哎呀 为什么我没有这些 为什么谁欠我什么 如果我们这么想 就是错了 所以今天我们人生的定位 很重要 当我去看我女儿毕业的时候 我就跟我女儿说 我说 女儿 你毕业了 你大学了 我们做父母 已经尽了我们的责任 让你能够完成大学 以后日子呢 就你自己来的了 因为我还有 你还有两位弟妹 在后面跟着 我们父母都是能力有限的 他说 哦 我明白的 可以的 你放心吧 以后我自己搞定的了 不过这期暑假 你也先加上这个学费吧 听完你也要给的了 对吗 但是感恩 感谢主 原来人生 去到不同的阶段 我们都会面对很多 人生的抉择 同不同意 所以今天 你的抉择是什么呢 你的人生 怎么抉择呢 你的生命的定位 是什么呢 有些人这么说 人生就好像 钱 好像银两一样 有钱在手就怎么样 哇 任意辉货 但是记住 洗了就怎么样 没有了 是不是 所以要好留心 不过中国 也有个古代的诗人 叫做李泰伯 你有听过吗 李泰伯有一个名句的 他叫做千金散尽 都还复来 大家都很熟 都是那个年代的人 OK 但是你要记住 这个李泰伯 最终要喝酒的 诗人梦话 都是喝醉的时候 发开口梦说而已 所以不是真的 唯有圣经的话语是真理 Amen 所以圣经怎么说 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六节 那里我们一起读 好吗 要爱惜光阴 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 一起再读多一次 要爱惜光阴 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 爱惜这两个字 可能有人理解就是什么 哇 就是要揽紧 不要放 不要放手 挖紧 很珍惜 不要乱来 但其实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是一个商业用的词语 用作是投资 什么叫投资 投资就是说你要舍弃一些目前你可能要拥有的东西 而为了将来得到更大的回报 行不行 所以聪明的人呢 很谨慎 很小心 去投资 他的时间 他的生命 以至对他能够将来得到更好的回报 愚蠢的人又怎样 乱来 洗了才算 都不知道有没有明天 算了 洗了算了 结果就是什么 一去不回头 所以今天 我们要很小心 你要成为聪明的人 还是愚蠢的人呢 我记得我去完美国回来 第二天就要帮一个弟兄 搞安息礼拜 这个安息礼拜 我都主持过很多不同的安息礼拜 但这个安息礼拜真的很特别 以前是一个江湖大佬 又回到德力团 又回到教会 后期他因为病患 患了癌症 我又帮他洗礼 后期因为病患过了身 搞这个安息礼拜真的很特别 他的人呢 全部都是他们那些江湖中的兄弟 所以 去到殷仪馆门口 都兑满了那些人 然后还不止 还看到那些反黑组那些 在门口登记 然后进入一个礼堂呢 很特别的 大家都很乖地坐着 他们就会坐河汉界的 前面那几行呢 就是那些家人 和教会弟兄姊妹 然后隔了很多行 到近门口才是他们的那班人 然后呢 那个安息礼拜开始的时候呢 那些人呢 就会怎样呢 走来走去 然后突然呢 有一个人走出来 又看着一个围体 然后又走出去 你看到这些很特别的情况 但是我却是看到什么呢 我看到神很大的怜悯恩典 临到这个弟兄的身上 他过去几十年在江湖那里打拼 是吧 到后来他信了耶稣 有机会跟他聊天的时候 他说 其实我很累 以前呢 就是 就是 弊友 以前呢 就是收片 做了一些 拼门的东西 我已经很累了 不过人在江湖 身不由己 好像很无奈 无得选择 原来人生就是这样 人生就是很无奈 人在江湖 身不由己 当他信了耶稣之后 他就很明白一个真理 一个道理就是什么 他说他生命呢 每日呢 是赚回来的 所以他很坚强地面对他的病 虽然他的癌症 是很不容易去面对 很痛 很辛苦 但是他说 他感受到神的恩典 他说他每日都是赚回来 今天其实你想想 在座每一位弟兄姊妹 每一位朋友 我们的生命 都是恩典来的 都是赚回来的 因为没有一个人知道 我们明天会发生什么事 阿们 有机会找到一个资料 就说 在意大利有一个古城 叫做 蓬佩 这个是古罗马的一个 很出名的城市 很繁荣 很富庶 在当年代 但是在公元79年的时候 79年的时候 就因为这个火山爆发 在庆黑之间 整个城市 就被那些火山灰 盖过了 你想想一下 那个情况会怎么样 后期 那些考古学家 就发挥了这个城市 出来 这个古城出来 下一章就看 那你会看到 那些人 当时的生活 那些动作 都看到了 因为突然间 那些火山灰 一盖下来 根本那些人 没有机会逃避 就一会儿 就没了生命 再下一章看 那些人就是这样的 就是整个尸体 被那些火山灰 包到实了 我想说是什么呢 我想说就是 因为当时那些罗马人 他们有一种的人生观 就是他们不信有来生 如果不信有来生的人 他们会怎么样 他们会觉得 既然没有来生 我就怎么样 玩到尽 今早有酒就怎么样 今早醉 他们就不会去想将来 所以在当时 他们考古学家发挥出来 就看到那些人 就是什么 还在吃喝玩乐 所有的生活 都是这样的 所以我想说一件事 就是什么 原来人生 在最预料不到的时候 可以突然间 什么都没了 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如果我们人生 没有方向 没有目的的时候 只是好像一个结果 经常都是那句 归纳就是什么 人在江湖 身不由己 我记得以前 有车的牌子 它后面有一句英文 写着 它说 We don't drive We are driven 就是我们 其实不是开那辆车 不是控制那辆车 是我们被推动 我们的人生 很多时候 是被很多东西推动 可能给每天 我们很烦 所有工作 可能给我们的情绪 可能给我们的子女 考试压力 可能给工作 很多很多种种东西 推动向我们 不是我们控制自己 是我们给周围的东西推动我们 甚至有时候 可以令我们 我们模模模模模地坐着电视 又看了几个钟 或者拿着手机 又打了几个钟 我们没有了人生的抉择能力 浪费了我们的光阴 但反过来很多人反而说 我没有时间 我很忙 我没有时间来聚会 我没有时间灵修 我没有时间服侍 其实是不是 这个世界只有一类人 是没有时间的 知不知道是哪一类 每一个活着有生命有气息的人 都有时间 没有时间是因为什么 他觉得那样东西不重要 或者有些东西是比那样东西更重要 所以他就怎么样 他就说没有时间 只是一个借口 所以我问大家 为什么今天你会坐在那里 大家都很忙 星期日早上很多东西要做 可以睡得点 可以去下面 红什么喝茶 是不是 这么好天气 可以去游泳 旅行 是不是 去玩 为什么大家要坐在那里 为什么大家今天会回来这里 就是因为 你觉得这件事是什么 重要 你觉得你这里聚会 敬拜主 和弟弟姐妹一起 是重要的 你要在这里经历神 是重要的 所以当你知道这件事是重要的时候 你就怎么样 你就不会没有时间 是观念的问题 是取捨的问题 是抉择的问题 是价值观的问题 而不是时间的问题 所以我又会问了 那究竟你的人生最重要是什么 在马太福音耶稣就说六章三十三节 我们一起读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这个先求这个字 其实意思是什么 最重要 最优先 top priority 没有东西可以取代的 无论如何都不会放手 就能够确定的 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行不行 绝对绝对不会放弃的 够确定的意思 今天我们有没有绝对绝对不放弃 够确定的神呢 还是今天你朝思暮想 是想够确定的什么 升职 加薪 找多些钱 买一间 换一间大楼 娶老婆 为子女 找些名校 你是在找些什么 你是在卫着些什么 耶稣这里很清楚 一针结他说 他说你要卫着 我的国 和我自己 耶稣就是这样说 今天很多做父母的 可能关心他们的子女 入哪间学校 多个关心他们的子女 去哪间教会 父母紧张关心 子女的成绩 多个紧张关心 子女和神的关系 同不同意 很多时候我们是 取捨的问题 价值观的问题 我们很多事情搞错了 这些一切都是代表 我们的价值观 代表我们的取捨和抉择 耶稣就在这一段的圣经 来这段圣经 就挑战我们 究竟我们的抉择 我们的取捨 是用什么的标准 我们一起读一段圣经 好吗 路加福音 第十四章 十二到十五字 首先看这段圣经 好吗 预备起 耶稣又对请他的人说 你摆设午饭或晚饭 不要请你的朋友 弟兄 亲属 和附足的轮舍 恐怕他们也请你 你就得了报答 你摆设言直 都要请纳贫穷的 残废的 强腿的 核眼的 你就有福了 因为他们没有什么 可报答你 到二人复活的时候 你要得着报答 同值的 有一人听见者话 就对耶稣说 在神国里 吃饭的 有福了 Amen 这里就是说 耶稣的意思 不是说 叫大家 不要请家人吃饭 不要请教的弟兄姐妹吃饭 不要请那些什么吃饭 只是请那些什么 老宿者 旧区那些 没有钱那些 是不是这样的意思 不是 耶稣的意思 因为有些人 他做这些东西 背后的动机是什么 是很想得到 别人的称赞 是很想得到 别人的赞赏 很想得到 别人的报答 或者回报 耶稣说 这些是错的动机 不是关乎请什么人 是在乎 他的动机 是什么 你记得 耶稣在灯山堡睡之后 他不是跟 那些门徒说 是不是 说到关于 法利塞人的 祈祷是什么 法利塞人的祈祷 就是什么 站在十字路口 中间 是不是 无论几点 到够钟 就站在那里 祈祷 可能很多车 走过都好 他都站在那里 但是看到什么 看到他 哇 这个人很虔誠 是不是 接着禁食 就要告诉别人 哎呀 Yvonne 我禁食四十天 超市 我禁食四十天 彪叔叔 我禁食四十天 周围告诉别人 其实是想什么 想得到别人的注意 得到别人的赞赏 哇 这个人真的是虔誠 动机的问题 好了 到了 听完这番说话之后 突然间有个人 就回应了 哇 哎呀 主呀 你真的说得对啊 在神国里面 吃饭的人呢 就有福了 这样 其实你觉得 他明不明 耶稣在说什么 完全不明 他是说别样的 对不对 答了别样的 因为犹太人呢 对于天国延直 就是神国里面 吃饭呢 天国延直呢 是一种特别的 很重要的观念 记得犹太人 以色列的民族 在主前六百多年 就被灭了 整个国家没有了 他们成为一个被俘虏的民族 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呢 他们无家无国 是成为一个漂流的 一个民族 被人欺压 所以他们很期待 那个 圣经所说的 那个尼赛亚 来到这个世界 成为他们的拯救 可以帮他们 重建他们的家乡 所以天国延直 对他们来说 一个很深的意义 因为是代表着什么 救恩 对犹太人来说 这个天国的延直 是救恩 所以他们说 天国的救恩 这个延直 才能够使他 能够得到 真正那种的满足 所以今天 我们可以问一下 我们自己 我们追求的东西 是不是真的 叫我们可以得到 真正的满足 你在追求什么东西 这里很清楚 耶稣说 唯有他的救恩 才能够 给到我们 真正的满足 Amen 因为犹太人 他一直都觉得 他自己是 唯一被拣损的 民族 所以他觉得 理所当然 天国的延直 当然有他们的份 是不是 但是耶稣来到 他不是因为耶稣 他相信 他不是因为耶稣 他觉得 耶稣不是那个历才 所以他就拒绝了耶稣 所以耶稣就特意 说了这个 天国延直的比喻 特别是针对 这些犹太人 想告诉他 第一 他们的动机错了 第二 这些犹太人的心态 在想什么呢 我们一起再看 第十六节到二十节 好吗 他们怎么找藉口呢 好吗 预备起 耶稣对他说 有一人摆设大言直 请了许多客 到了坐直的时候 打发牧人去请所请的人说 请来吧 每个人都齐备了 众人一口同音的推辞 头一个说 我买了一块地 必须去看看 请你准我辞了 又有一个说 我买了五对牛 要去试一试 请你准我辞了 又有一个说 我才取了妻 所以不能去 你会看到临开直 三类的奔客 都临时脱底 第一个就说什么 第一个说我买了一块地 要去看一看 如果换句现在的现代术语 就是买了什么 就是买了楼 我想问大家 你买楼会不会买了才来看 会不会的 会不会的 就是你给了钱 你才去看那层楼 会不会的 不会的 除了那些炒楼 不用看楼 只要给钱 转手就卖了 如果你买楼 你一定会买地 你一定会看了才卖 是不是 而且你知道香港人的 买了楼之后又会怎样 装修 装修 买一下家具 电器 因为你知道这层楼 香港的楼价都很贵 可能一份工都不够 买了楼之后 不如做多一份工 是不是 辛辛苦苦 早春晚归 不过这家屋都是被菲傭享受的 自己就成为了这家屋的奴隶 是不是 所以很明显这个人 说这一句说话 很明显是用来做什么 借口 是不是 那第二个呢 那第二个呢 就更 更奇怪 更有趣 他说买了五对牛 要去试一试 那犹太人呢 一般的家庭都是买两对牛 那 就是他们那些是 畜牧 就是农业的家 那如果这个人买五对牛呢 就是说其实他们 就是好像 做生意 就是做现代的那些 做运输 就是买到车队 买到车队 那你买车 会不会买了才试的 哪些朋友有车的 你会不会买了 买了车才去试一辆车的 不会的 是不是 那很明显又是什么 又是借口 第三个呢 你说 好似第三个合理一点 我才取了什么 取了妻 是不是 而且旧约 你记得旧约那里有讲明的 娶了妻 娶了老婆第一年 可以不用当兵的 可以在家里陪老婆的 好像很合理 是不是 大哥 别人请喝 你娶了老婆 就带老婆去 是不是 为什么要找个藉口 说我才取了妻 那有些人说 我才生了儿子 我才什么什么 这些全部都是什么 借口 今天难怪 很多 你看到很多教会的人 结婚之后就不见了人 生了小朋友之后就不见了人 不过感谢主 我们教会就越来越多人 因为生了小朋友 带回来聚会 所以越来越多人 给了掌声 为了龟 给主 所以这帮犹太人 他们的心态是什么 他们的动机是什么 他们一直都在找着 拒绝 拒绝耶稣 你说 为什么 尽尾 去到开席了 才找席口来推迟呢 原来 犹太人的文化 都挺像中国人的 如果有人请客呢 通常都是会 分开两次的 第一次就早一段时间 早几个月 早两个月 就给一张帖 通知这些被邀请的宾客 我什么时候放酒 早点到 通常都会这样 通常都会这样 如果有熟悉那些 或者很想提一提 那些 又会打个电话给他 早点到 为什么会有一段时间呢 原来犹太人就是这样的 他们被邀请了之后 他们就会想看一看 了解一下这个主人家 究竟请什么是宾客来出席 我想问大家 有没有试过去喝呢 坐过围台 除了你之外 其他十一个 你都不懂的 有没有试过 有没有试过 很多人都试过 你的感觉会怎么样 很不自然 又不知说些什么 说得多人就觉得 哇 这么怪 跟你很熟悉 那种尴尬 所以犹太人也是 他们会搞清楚 这个主人家 究竟请哪些人 跟我一起坐呢 如果 他一直都认为 他自己是被挑选的民族 有尊贵的特别的身份 如果请什么 又拳腿 又核眼 又残废 又不知道什么 这些非我族类 所以他们就拒绝出席 不过又不好意思 就找个藉口说 我买了一块地 我买了一只牛 我娶了老婆 全部都是借口 所以耶稣就想说出这一点 非我族类 他们因为不信耶稣 本来是犹太人被挑选的民族 本来是天国的燕直有份 但就因为他们拒绝 他们不相信耶稣 他们拒绝了耶稣 耶稣就说 好 你不来 有很多人来 我叫其他人来 这是第一类 第二种就是 他们觉得不尊重这个燕直 因为刚才说到什么 他们觉得自己的东西 比起来这个燕直 是更加重要 所以他们就不来 是不是 买房子 买车 草老婆 搶子 这些很重要的东西 比他要去天国的燕直 所以其实这两个原因 都是一个取舍的问题 一个抉择的问题 所以我想问大家 今天在你生命里面 你的取舍是什么 你的格直观是什么 有很多时候我们 太多东西在手 很难抉择 同不同意 太多藉口的时候 神都帮不了你 所以你要留心 所以难怪有时候 我们看到有些女士 很难才能出门口 因为出门口之前要换衣服 面前一百件衣服 都不知道选哪件 男士就简单一些 一眼就看了 几件 原来取舍是一个很重要 有时太多东西 是我们很难做的一个抉择 但是记住 无论我们做任何的决定 抉择 取舍都好 记住有一件事 都会有后果 跟隔壁那边说好吗 有后果的 有后果的 这个世界很多人做事 是不顾后果的 做了先 我举个例子很简单的 很多年轻人 其实我看到有些不是年轻人 有很多年轻人 喜欢穿衣的男士 穿衣 那些不是什么特别 我想说是一个例子 穿衣 流行的时候穿 日后不流行的时候 脱下来会怎样 有个孔 没有得补回的 是吧 是吧 所以我们要明白一个很重要的真理 就是什么 有一些事 是有后果 而这些后果是补偿 补救不了的 其实耶稣在这里说 买车 买房 草老婆 生儿子 不是错的 耶稣都没有说这些是错的 问题在哪里 问题是我们的抉择 我们的取舍 今天如果我们觉得 这些一切的东西 是重要的 在你生命里面是最重要的 没有其他东西的 其实我们就变成最愚蠢的人 所以后果是什么 我们一起看第21节到第24节 第21节到第24节 我们一起读好吗 那博人回来 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 家主就动怒 对博人说 快出去到城里大街小巷 领那贫穷的 残废的 核眼的 强腿的来 博人说 主呀 你所吩咐的 已经扮了 还有空座 主人对博人说 你出去到路上和尼巴那里 勉强人进来 坐满我的屋子 我告诉你们 我们不去 大把人去 我们不要 大把人要 我们不侍奉 大把人侍奉 哪些人会来 圣经这边说 那些看到自己软弱 看到自己有缺陷 看到自己无助 看到自己饥饿的人 那些会来 那些就可以得到天国的言识 Amen 那些就可以得到言识 问题人是什么 人因为太过自满 因为觉得自己可以掌控自己 因为以为拥有所有的东西 可以满足自己 其实最后都是什么 自己骗自己 所以跟隔壁哥说 好吗 不要自己骗自己 不要自己骗自己 如果自己骗自己 我们变成可怜的人 最可怜的是 看不到上帝的恩典 最可怜的是什么 在天国里面 我们没有份 Amen 所以今天 我想告诉大家 神的恩典很大 今天你的抉择是什么 如果你的抉择还是 你的感情 你的工作 升不升职 赚多少钱 这些很多东西 这些都是重要的 不过不是你 不可以成为你生命中 最重要的东西 你的抉择是什么 诗篇九十篇 第十二节 我们一起读 求你指教我们 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 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 我们再读一次 求你指教我们 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 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 人生很短暂 人的生命很脆弱 每一个人都会有一天 没有明天 如果我们不好好珍惜 好好爱惜我们的光阴 我们的生命 如果我们不求主 让我们有智慧 怎样过我们的日子 我们就会浪费了我们的光阴 有一天离开的时候 很遗憾 所以摩西在诗篇九十篇那里就说 求主你指教我们 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 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 得着智慧的心会怎么样 第一 我们懂得分辨 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 这个世界已经不懂得分辨 歪理可以变成真理 只要出街多喊多几声 大声点 说多几次 一百次的大话变成真话 这个世界已经扭曲了 今天所以我们 为什么要很触实 握实先求神的国 和神的话语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如果没有这些东西 我们都会随波逐流 我们的生命都会随波逐流 流失了 生命很脆弱 我们经常说的话 生命没有take two 是不是 人只可以活一次 所以既然只可以活一次的时候 你每一天是为什么而生活呢 只是为钱 只是为你所追求的那些东西 还是为主 虽然我们每一个人不知道 我们生命哪一天是最后一天 就很简单 你当今天是 今天是2013年的7月7号 是不是 很容易记住 你当今天就是我人生最后一天的时候 你会怎么做 你会不会还坐在电视旁边 对着电视三个钟头 会不会 你会不会还逃 会不会还做一些无聊的东西 不会的 你一定是找你人生里面最重要的东西 不做你会遗憾的东西 是不是 所以你的生命就不再一样 如果你知道 你当今天 每天都是最后一天的时候 你的人生就不一样 因为有些东西是不能等的了 弟兄姊妹 有些东西是不能等的 你家人信主 你家人还有很多人还没信主 可能有一天他离开这个世界 没有机会 没有机会听福音 不能等的了 不能拖延 第二 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 可以叫我们真正得到满足 圣经说 唯有什么 上帝的爱 很多时候我们搞错了 我们追求错了 我们挥错了 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唯有上帝的爱 如果你有神的爱的时候 其他东西已经微不足道 那些问题已经不是成为问题 是上帝的恩典 叫我们可以服侍他 所以趁有得服侍的时候 就怎么样 就服侍了 趁可以祈祷的时候 就祈祷了 趁可以握住神的时候 就握住了 不是我们给面神 是神给我们机会 Amen 所以告诉教育听 是神给我们机会 是神给我们机会 我们去做 今天 我很想奉献大家 我们要相信 我们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Amen 你相信吗 有谁相信 我们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因为我们已经得到 神最宝贵的礼物 但是我们要有智慧 但是我们要很清晰 我们人生的抉择是什么 第一要调整我们的心态动机 第二我们人生里面 不要再找藉口 不要再跟你的祖长家长说 哎呀 我好忙啊 当然你有困难 你有你的难处 但是坦白 你问自己 你是藉口 还是真实的原因 是你知道 神知道 你骗得到你的家长 祖长 但是你骗不到神 其实你骗不到自己 不要自己骗自己 行不行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成熟的人 大家坐在那里都是成熟的人 今天我所说的东西 很认真地跟大家说 珍惜我们的生命 活在当下 珍惜每一天 就当今天是最后一天的时候 你的人生不再一样 你不会再计较那些芝麻绿豆的事 你不会再去和别人算那些 那些很小的事 你只会什么 看着主 你只会走在主的心意里面 永远都有问题的了 这个世界人 每一天都会 会对我们有很多要求 或者这个世界的人 都会对这个世界 对社会都很多要求 甚至在教会里面 弟兄姊妹都会对 领袖有很多要求 但是领袖都是人 行不行 我们的领袖 没有欠大家的 是我们每一个人 都欠了上帝的 Amen 所以今天 调教我们的心态 调教我们的动机 让我们改变 我们常说 我们復兴家社国 爱神爱人 復兴家社国 影响世界 如果我们要改变 影响这个世界 首先要改变是谁 是我们自己 我们一起起立 好吗 我请敬拜队 今天要检测我们的生命 检测 重新检测 我们自己的人生观 价值观 究竟我们的抉择 我们的取捨 是用什么的标准 你用世界的标准 又是用神的标准 你生命的定位是怎么样 你知不知道 我们的人生 是很有限的 很短暂的 你要怎么过你的日子 你追求什么 你握住的是什么 如果你握错了 今天好好的机会 快点放手 Let go 捉住主 先求他的国 和他的义 Amen 先求神自己 祝你 很求主 你看看我双手 一切我所有 但幸亏理由 恨求主你看看我的心 说在脸紧握 将我分别微笑 我们要奔向你的祭祷 等着你的火焰 站在我头中 想求那世上的灵魂 就主持我怜悯的心 为这迷失的人群 我们要改变世界 带来盼望在这里 恨求主你看到我享受 最后我给你扫我 我给你举个面子 一切我所有 感性为你用 恨求主 打开我的歌声 你看看我的心 所造脸紧握 将我分别微笑 我们要奔向你的祭祷 我们要奔向你的祭祷 得着你的火焰 站在祭祭祭祭祭祭祷 那世上的灵魂 那世上的灵魂 就主持我怜悯的心 为这迷失的人群 我们要改变世界 我们要改变世界 带来盼望 祭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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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为着迷失的人群 我们要改变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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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来盼望在这里 我们很感恩 因为我们每一个相信主人 已经进入到这个天国的现实 得着救恩和永恒的生命 所以不要浪费了我们的生命 不要辜负了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心意 可能在过去你遇到很多问题 以至到你好像跟神的关系很疏离 我想今天第一个发出的呼召 你心里面知道的 今天你和神的关系还是很疏离的 你的人生还是万无目的的 你周围去挪的 今天是一个好的机会 你的人生可以重新出发 Amen 所以如果 稍后我鼓励大家 你很想跟神重建这种关系 可能过往你找很多借口 可能过往你来到聚会 是因为你没有借口 迫着要来了 种种原因也好 你知道的 你心里面知道你和神的距离很远 又或者曾经你很多的祈祷 你觉得神好像没有听到你祈祷 你看不到上帝的恩典 你很多的埋怨 但是今天我告诉你 神仍然念吻我们 神仍然给我们机会 今天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让我们的人生重新出发 先求祂的国和祂的义 Amen 挥实神 祝实神 不要放手 不要放弃 今天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所以当敬拜堆再唱这首歌的时候 我鼓励那些弟兄姊妹 你很想跟神重新建立一个关系 在你的人生里面 重新跟神建立一个关系 一个新的开始 你的人生一个新的出发点 我鼓励你走出来 你不需要理其他人 你知道的 你知道你生命里面 你知道神的距离很远 你经历不了神 或者你遇到很多困难的时候 你很想 你说主 我很想跟你重新建立这种关系 从今天开始 我要先求你的国 我要挥住你 你是我生命的优先 我不再给藉口 我不再用其他那些不错的动机 我不再给藉口自己 你不要管其他人 你出来 你不要管其他人 你出来 你出来 继续出来 扫着年轻末 将我分别为神 我们要奔向祢的祭坛 等着祢的火焰 站在破口中 将就那世上的灵魂 守住自我黏绵的心 归结迷失的人群 我们要改变世界 带来盼望 拆绝地 控制住自我黏绵的心 归结我所有 放下你现在追求的东西 先求神的光和神的意 你所需要的 主会交给你 挤住神 我们悔改 我们去主的面前悔改 主 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悔改 我们要改变我们自己 改变我们的心态 改变我们的动机 改变我们的态度 改变我们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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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改变世界 带来盼望 拆绝地 我们的心态 改变我们的心态 互相失去 我们要改变世界 带来盼望在这边 如果我们想要改变这个世界 如果我想我们的家人改变 如果想我们身边的朋友改变 想这个社区改变 想这个城市改变 首先要改变的是我们自己 所以出来等姐妹 我鼓励你我们一起开声祈祷 求主赦免我们 赦免我们的错误的动机 赦免我们时时找借口去推却耶稣 我们不要再像犹太人一样 以为自己回来教会 就已经得着这个救恩 不是呀 神今天要我们握住他 要每天都要握住他 你和主说主我要重新跟你建立一个新的关系 我的人生要重新出发 我们开声祈祷 为我们自己的生命祷告 为我们自己的生命祷告 去到神的面前 承认我们的软弱 承认我们的错误 承认我们得罪了主 主有很大的恩典给我们 主有很多恩典给我们 但我们很多时候还是埋怨 还是觉得不够 好像神欠了我们 好像身边的人欠了我们 今天没有人欠我们 是我们欠了上帝 是我们欠了身边的人 是我们要还福音的债 求主念吻我们 求主念吻我们 改变我们的态度 改变我们的心态 改变我们 以至我们才能够影响身边的人 影响我们的家人 有些事情不能等待 告诉主念 主我就当今天 是我人生最后一天 我要每一天都当我是人生最后一天 因为我知道有一天我会没有明天 所以我要珍惜今天 我要珍惜每一天 我要爱我身边的人 我要改变我自己 Amen 我们开声地祷告 Hallelujah 主要帮助我们 主要帮助我们 帮助这道母子的姊妹 帮助我们里面 叫我们有这个勇气 有这个信心去改变我们自己 改变我们的态度 Hallelujah 你开声地祷告主 求你使用我 从今天开始 我的人生新的出发 请你用我 请你带领我 请大家跟我这样祈祷好吗 天上的爸爸 我多谢你 多谢你爱我 多谢你为我预备永恆的救恩 今天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因为是你爱我 我多谢你 我承认我过往对你的态度 有些时候是错的动机 我回来教会聚会 我做很多的事情都是错的动机 或者有时用一些借口 去拒绝你 去拒绝人 求你赦免我 从今天开始 我要振住你 我要先求你的国 和你的义 你说我所需要的 你会加给我 我不再忧虑 我不再忧虑明天 因为明天掌管在你的手里面 我的生命属于你 我从今天开始 我每一天 单单为你而活 求你帮助我 带领我 叫我不要离开你 叫我勤力地读圣经 事事地向你祷告 和弟兄姐妹一起经历你 去传扬这个好消息 告诉周围的人 知道 主耶稣 除你以外 别无拯救 多谢你 我相信 你会使用我 我要预备好我自己 你就使用我 成为更多人的祝福 成为我家人的祝福 成为我朋友的祝福 成为我社区的祝福 成为这个城市的祝福 成为这个世代的祝福 主我多谢你 是你给我机会 所以我要珍惜 我要爱惜我的光阴 懂得怎样去用我的时间 跟你有份 跟你有关 主啊 多谢你 因为我的人生 在你里面 就活得精彩 多谢赞给你 多谢你听我这样的祷告 我这样的祷告 是奉主耶稣基督寶贵的名字 一起讲 阿姆 哈利利亚 我们要奔向你的祭坛 得照你的火焰 站在破口中 强强它是双的灵魂 求主持我愿命的心 为这彼此的人群 我们要改变世界 带来盼望 在这里 回应你的呼救 见你无强的教会 让你拥有奖 让你拥有奖 将写 使下救恩给万民 给万民 我们要奔向你的指探 得照你的火焰 站在破口中 我们要奔向你的指探 将有那世上的灵魂 求主持我念命的心 为这彼此的人群 我们要改变世界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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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改变世界 我们 要改变世界 带来盼望 在这里 所有永远归归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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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们的生命 可以重新出发 Amen 每日可以和主 一个很紧密的关系 善用我们的人生 摆好我们的生命 的优先次序 让我们成为 榮神益人的一个群体 Amen 将掌声永远归归主 好吗 祝福生命的弟兄姐妹 好吗 你很宝贵的 你告诉我 你的生命很宝贵的 你的生命很宝贵的 祝福大家